另外林慧萍被爆料说 跟唱片制作人王志平 密恋了一个月 连续约会了五天 而且南方还在林慧萍的家中 过跨年夜 前男友张飞昨天 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地错愕 他虽然一开始说 表示祝福不予置评 但是随即又马上改口说 哎呀 这个林慧萍太快又坠入情网了 真的是替他捏把冷汗 提醒林慧萍这个年纪了 要以事业为重 也希望他理性大于感性之后的选择 那么倒是张飞苦笑自己 像一头的这个税尸 还在服务校期间 那么对林慧萍已经没有爱了 只有关心 她说自己是个有风度的人 也强调是不会再结婚的